是不错呀 小赵 你现在越来越有成功人士的风范了 不像有些人 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 你好 请问这是林龙先生的家吗 你谁啊你 我是阿玛尼专卖店的杨经理 我是专门来收回我们的衣服的 请问衣服收拾好了吗 啊 收衣服的 好马配好爱 这衣服还得看人穿 老婆的老婆的 不好了不好了 干什么呀大典小坏的 你俩来收衣服了 什么衣服啊 啊 就是林一龙先生 昨天穿的那件衣服 哦对对对 就是周一先生穿的这一身 这 这件衣服啊 没错就是这一身 如果想继续穿的话 请直接付款 总共73万 73万 这么贵 我 我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你没搞错吧 这衣服是梁天爸先生送给我们的 没错 这衣服的确是梁先生取走的 但是梁先生没有付款 什么 没有付款 上百万的车 上百万的表都送了 这几十万的衣服 没付款 哎呀 太贵了太贵了 小张 小张把衣服脱下来 给人家 快脱脱脱下来 给人家 脱 来 给人家 这 这衣服你没改了 就 就 就稍微改动了一下 还可以再改回来 你没有疯了 这可啥吗你 竟然该改动衣服 已经完全破坏衣服了 没那么严重吧 不就是动了几根线吗 没这么严重 是定制的衣服 一针一线都不能碰 我拿回去也卖不了啊 现在只能你们买下了 73万 现金还是刷卡呀 不是 你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不就是动了几根小针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衣服是梁天骂给的 也不能让我们付款 这衣服在谁手里 我就找谁要 要是不付的话 你可以去找梁先生 我 不付的话 我可就要报警了 不对不对不对 这件衣服 你应该找林一龙要钱 妈 这跟林一龙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不关她的事 这衣服是梁天爸给她的 她没有付款 就送给张伟了 这不是故意坑张伟吗 怎么是送啊 明明是张伟自己抢的嘛 嗯 抢的 衣服穿在她身上 如果她不脱 张伟还能把她衣服 从身上脱下来不成 我说呢 昨天她怎么那么干脆 就把衣服脱下来了 原来是想害你妹缝啊 林一龙啊林一龙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卑鄙啊 妈 你这样子太过分了 哼 谁过分了 冤有头战有主 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张伟 你先回去 这件事情 让林一龙来解决 好 妈 我走了 妈 闭嘴 这件事你找林一龙 让她解决 她自己弄的烂摊子 让她自己收拾 和我们没关系 妈 你怎么这样对一龙啊 哎 你别看我呀 我不管我不管 跟我没关系 妈 你怎么能这样对一龙啊 我怎么对一龙啊 你说这七十三万 你妹夫能拿得出来吗 他拿不出来 一龙就拿出来了吗 这么多钱 那么好是要坐牢的呀 那不一样 这张伟啊 在边边做生意 一年也有二三十万的收入 这林一龙呢 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三四万 谁挣谁轻 你还分不出来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谁都是谁扛着 凭什么让别人去顶替 那可不一样 林一龙是上门女婿 她吃咱家的 住咱家的 关键时刻 就是为咱家抗事 这是什么道理吗 这是做人的道理啊 她一个上门女婿 对家里一点贡献都没有 关键时刻 再派不上用场 留她干嘛 就算养条狗 有人凶我 她还要冲上去咬人呐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不管 我不能让一龙背这个黑锅 叶雪 你要是敢走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你是要你妈 还是要那个窝囊废 妈 你干嘛呀 妈 你干嘛 妈 你试试 撬撬 老婆子 林一龙这个片子 处理怎么样了 林一龙 一直在那里 打电话 林三相似的求人啊 哼 我估计 是被那个梁腾爸 骂了 他一个上门女婿 他有啥本事啊 就是 就是我 哎呦爸 你女婿被人骂 你就这么开心啊 谁女婿啊 你早晚是要离婚的 他正式办不好 马上就离 对 离 爸爸在给你找个好人家 走 我要好好的消遣他一队 那就谢谢梁老板啊 你说啥呢林少爷 我老梁发现你还来不及呢 看样子准备搞定 嗯 林一龙 哎 爸 这衣服的是怎么样了 还用说呀 一定是没搞定啊 爸 这衣服呀 梁天爸已经付过款了 什么 林一龙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对呀 老妈 你不要乱说了 再让妈生气啊 老婆 真的 这衣服啊 梁天爸 买完摊了 你说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我给梁天爸打电话 跟着昨天走得急 没付款 现在已经少是把钱付上了 放心吧 你总不早说你 爸 你也没让我说了 才说了 昨天 你把这衣服给张伟了 我给梁天爸怎么说 我说你给张伟买个单 这好说也不好听啊 你 哎 看来你给梁天爸很熟啊 你再给梁天爸要点东西 给爸要辆车 好不好啊 哎 爸 你咋不早说呀 刚才梁天爸给我打电话说 我们俩两个亲了 你个废物 你来干什么呀 你这上门女婿 你指望她 拉倒吧 哎呀 爸妈 你们也太现实了 这便宜不沾白不沾 哎 赶快给二女婿打电话 对对对 让她来拿西装 赶紧打电话 喂 二女婿啊 赶快来拿西装 现在西装是你的了 哎 爸 那西装太贵了 我不要了 不要了 上不了台面的货 老太太来电话了 赶快接 赶快接 喂 妈 陈天明 赶快地好儿女 竟然盗取家族公司 新研制的药皮疹治病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别装了 我一定知道了 梁龙又成家的药 治好了两天八的女儿 敢泄露公司配方 就等她坐脑吧 老婆 完了 完了 黎一龙 你看你闯的祸 你想死 你自己去死散了 还要拉上我们 黎一龙 这怎么办呀 这次你真闯祸了 这哪是冲动啊 这是蠢才才做的事情 黎一龙 你说这事你怎么办 这有活大的事 你二老放心 这件事我会完美解决的 解决 你有什么解决 用你的嘴解决 你这个上门女婿 没权没事 这下我们完蛋了 怎么办呀 李玉龙啊 你来到我们家以后 没干一件好事 敬佩我们家添乱呐 你看你啊 我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哎呦 天呐 这日子被拔过了 呀 天呐 什么 你个小黄黄的 你还笑我 我今天被打死你不可 老婆 老婆的别着急 你解决这个事再说 什么 解决 你们家老太太这么厉害 你解决得了吗你 这个事情 也不是没有办法 老程 你有办法解决 办法不是没有 不就让李玉龙背锅 这样咱们家就没事了 爸 你怎么敬出苏主了 嗯 哎 我觉得你爸说的对 让李玉龙去背锅 也不枉他在我们家 白吃白喝 爸 他是你女婿呀 你不能这样 哎 女儿 你算说对了 这女婿又得替岳父岳母背锅 嗯 昨天晚上去酒楼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夸赞一龙 还拿走了一龙的手表和车 你说你们现在遇到事情了 又把责任都退给一龙了 好 大不了 好 我们把车和表都还给他 对对对 还给你们 都不要了 好 这个好 还东西好 岳父岳母 那这样 就把车钥匙和表拿过来吧 还 还就还给你 还什么还 倒是有个鸭子不能飞了 李玉龙 这车和表 就算你在我们家 白吃白喝的费用吧 妈 我太没有底线了吧 照手的肉 可不能让它飞了 李玉龙 你要是真心喜欢我们家硬雪 就把这个事扛起来 放心吧 岳母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